首先的話,今天是第七次上課 上個禮拜的重點包含黑名單篩選 黑名單篩選,那個範例主要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是要查的資料 第二個是黑名單,第三個就是查完之後 我希望把它放在第三個工作表,其實是跨工作表 當然我們做了很多方法 當然你要做資料的比對,其實方法很多 哪一個方法最簡單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利用Count if 那個函數來比對,相對是比較簡單 那Count if之後的話,其實你在利用篩選功能 就可以把我們,比如說是1的,找到數量 Count if,顧名思義,幫你比對 黑名單裡面有沒有一樣 有的話那就1,沒有的話就0 那最後的話,把1的部分篩選出來 那篩完之後呢,我們可以把篩到的結果 複製到那個查詢結果裡面 那這樣的話呢,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啦,因為其實工作上應該有蠻多地方 需要做這個新舊版本的比對啦 或者是說不同範圍資料的比對的話 那當然喔,你將來就可以把這些連續的動作 通通把它變成一個固定的按鈕 比如按下去,自動就幫你把它查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兩個部分 一個是用錄製去期 那你會發現,錄製去期的話呢 當然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會寫程式 不會VBA也沒關係寫 那它會自動幫你把程式產生 那只是說呢,你會發現錄製去期 在比較複雜的步驟 有的時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太多步驟 反而錄製過程呢 只要有一個地方NG的話 那就可能會犯錯誤 所以後來的話呢 我們又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VBA來撰寫程式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用VBA來撰寫程式的話 最後喔,本來錄製去期可能產生的程式 就是大概有至少超過20行吧 可是如果是,如果用VBA來撰寫的話 最後呢,其實只要 我記得好像我沒有Auto fill 如果用回圈的話 就一個4回圈3行 再加上Auto filter 再加上那個Copy 你會發現大概就5行或4行 其實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了 而且沒有非常的複雜 那其中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可能最重要喔 因為這個範例呢 是三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呢 將來喔 你會有跨工作表這種需求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跨工作表 那這個範例是在第四個單元 所以你們可以找到那個黑名單篩選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剛剛講的喔 其實雲端白板裡面有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就要用Shift物件 那哪一個工作表名稱 的哪一個範圍 或者哪一個儲存格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了 把那個範圍的資料呢 抓出來之後 然後呢 你就可以做後續的處理啦 那其中當然我們做了 我們本來是用4回圈 本來是用4回圈 有沒有 3行再加上一個Auto filter 再加上Copy 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其實還蠻簡潔 而且喔 非常好用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你要做資料的比對也好 或者是說你要做資料的查詢 查詢到的結果 要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有沒有 有點像是 利用Excel來做那個查詢系統的話 那其實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就很好用了 那你就可以自己寫一個VBA程式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改成 如果不用回圈 那用回圈的方式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它會一個一個的去填資料 所以後來我又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用什麼呢 所謂的Auto fill 就是說你先填一個 填一個公式之後 然後就有點像我們 點那個 就是空點兩下 自動填到底下 那你就可以利用什麼呢 Auto fill Auto fill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幫我們自動填滿 那你要跟它講說 它的Distination 這個Distination 是在哪裡 當然這個Distination 冒號等於 冒號等於的前面 是那個 所謂的 你的那個參數的 參數的名稱叫什麼 那後面的話是參數的值 不過 如果你假設你的位置 是固定 比如說它只有一個參數 你這個其實 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個不寫沒關係 OK 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有講 另外還有精簡程式 有講到用WIS 這些其實都蠻重要的 所以請各位 務必把這些 盡量熟練 那可以的話 可以 除了說 利用這個範例練習之外 可以找找看 有沒有其他的 類似的範例 可以試做看看 OK 那另外的話 當然我們上個禮拜 又講了一個 一個範例 就是樂透柴的重獎機率統計 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要統計什麼 比如說101年 跟102年 到底1到42號 哪一個號碼的重獎機率最高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 我們上禮拜 也是利用幾個函數 包含就是說 我們 這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是利用 一樣用康乙符 所以你會發現康乙符 還蠻重要的 這算幾個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叫Sumif 其實你們也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Sumif 顧名思義 如果要加總 然後有條件的加總 那康乙符 是有條件的計算數量 那這個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康乙符 幫我們先做 然後利用VBA 幫我們填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最後的話 為了要方便知道說 到底那個機率最高的前七名的號碼是哪幾個 那我們有幾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用格式化的方法 也就是如果呢 他的怎麼樣呢 排名喔 是小於等於7的情況下 把他這個號碼把它底色改成黃色 那怎麼寫 這個好像上禮拜最後我們寫這個程式 那這個寫完之後 後來又覺得好像不太夠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格式化還有一個缺點 當然已經很清楚了 12號 21號 然後 2728 可是呢 畢竟你還是要捲軸要往下 而且你要自己去看 你才可以看到那個號碼 所以最後的話又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什麼 乾脆呢 我們把那個號碼列出來 有沒有 那其實你可以用那個格式化VBA 這一段程式 來改寫就可以了 應該還記得吧 那其實就是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43列 OK 然後呢 如果這個資料小於等於7的話 有沒有 所以一個邏輯判斷 那你才做那個動作 那什麼動作呢 就是把什麼 把找到的資料 複製到F的第二列開始 也就是第一次喔 先複製一個 到F2 那第二次的話要加1 所以要第三 加了1變3 加1變4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再改到那個前期名 還有印象嘛 不過後來我們做出來之後 其實呢 就之前有同學就馬上問 老師那列出來的結果喔 他好像沒有按照那個順序 比如說應該 他的想法是說 我不是要不按照順序 因為我們第一個找的話 是第七名 把12拉到這邊來 然後再來就21 再來就27 28 可是他的想法說 我要先放第一名 再放第二名 再放第三名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所以喔 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 的這個範例喔 稍微打開一下 然後最後這個前七名 我們後來好像就是改 把這個 這個 可以把字放大一下 因為他預示環境喔 字都很小 那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格式化嘛 那我前七名實際上喔 我們是 把這個格式化喔 把它複製過來 我還記得吧 然後呢 範圍一樣嘛 所以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它小於等於7的話 那不是把底色改成黃色 而是把這個資料喔 放到F2的位置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加一個等號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指的是這一個啦 12號 放到F2 那這邊的話改成F欄 F欄的第二 當F2的話呢 你一直放過去那邊都蓋過去了 所以呢 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再加一個變數叫K K等於2 從第二列開始放 然後呢 所以這個2就變K了 因為它會 這個地方會變嘛 所以變數改成一個K 然後底下的話 是K等於K加1 放了2之後呢 下一個變3 變4 變5 那你就可以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結果給列出來了 有沒有 先12 21 27 最後一個是39 但是它這個地方喔 沒有按照順序來放 所以喔 假如說呢 我希望喔 所以上個禮拜講 最後給各位一個列 回去想想看喔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喔 前七名是沒錯 但是我希望呢 這個是放第一名 這是放第二名 一直放到第七名 欸 那我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把這個程式稍微修改一下 可以做到 OK 那請各位呢 試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喔 那還有 然後 尚長提到有關那個 去抓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拿來練習